好 说到这个语言 目前台湾为了要保障原住民族语言的传承 提供各种资源以及建立奖励的制度 鼓励族人学习自己的文化跟语言 但是普遍族人对于自己族语的学习意愿并不高 也因此在传承和推广族语上变成是 有资源却不运用的困境 族语老师表示 孩子们在学校学习族语 希望回到家中家长能够多跟孩子们来说族语 让语言持续的传承下去 目前台湾为了保障原住民族语言的传承 提供各种资源以及建立奖励制度 鼓励族人学习自己的文化跟语言 但是普遍族人对于自己族语的学习意愿并不高 也因此在传承和推广族语上变成是 有资源却不运用的困境 族语老师表示 除了在学校学习语言 回到家庭或是教会等其他不同场所 也应该持续用族语来沟通对话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暮论的那个语言 真的是已经算是很危险了 因为都没有念 都没有念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配合家长 配合家长 然后在家里家长督促的话 然后到学校的话这样子会他们写那个 无论的人会有很大的那个进步的空间 孩子们就算离乡工作读书还是有回到家乡的时候 部落就是他们的根 文化语言要带入在自己的生活中 除了不让孩子忘记自己身份之外 也能将原住民文化继续的传承下去 我觉得真的是要加强 因为像我们平常在学校教的话 一个礼拜也只有40分钟 对一个礼拜40分钟 然后假设说回家他们有跟家长配合的话还好 没有的话真的是 我们等于就是教都是会重复重复的一直教一直教 所以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让小朋友就是跟家里的那个互动会更好 就是希望他们来这边学习 然后在家里家人家长他们可以在家补充这样子 老师深知足语推广的困境 让学生机会开口说足语 并且鼓励学生回家跟家人互动交谈等等 希望学生能够从学校把足语带回家 重拾文化的根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